狮子座其实是真的很独立自主的 你把它丢到荒岛上 它也能活得很好的 怎么会 一般来说狮子女 一个不小心就会露出 太聪明 太有主见 很有想法的感觉 而且在言语里面 你们很容易就让人家看出来 你们很不好掌控 滔滔不绝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对人生的规划 或者是对眼前的一些困局 狮子女都很有一些看法 有时候男生就这样子 打退堂鼓了也不一定 狮子女的不好掌控也在于 她并不见得会把恋爱 放在第一位 在她还没有感觉的时候 所以即便有人想跟狮子女暧昧 常常私底下约她吃饭 但如果工作很累的狮子座 她会很直接告诉你 我比较想要休息 久而久之 别人一次两次的碰壁 自然也不会来试着突破了 所以一个不小心 狮子座也会又树立起了另外一道屏障 老实说这问题比较发生在刚开始了 狮子座眼中不是100分 就是0分 她没有什么中间值 因此刚认识 如果你有一个缺点是她不能忍受的 很快你就变0分了 你知道吗 在别人身上如果只是慢慢的扣分 她觉得还可以接受啦 那也许她有别的优点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啦 就还比较能过关 可是狮子座不是啊 很可能跟你在吃第三次饭的时候 发现你实在是咀嚼的声音太大了 不能忍受的她说不定 马上当场起来走人都不一定 为了怕没面子 就算是自己的菜走过自己面前 也要装作冷冰冰的样子 眼睁睁地看着菜走掉 你觉得你可以吗 蛤 狮子座 狮子女跟牡羊女谁比较爱面子 我觉得感情上牡羊的镜头比较严重 对 牡羊是可以错过 狮子是很害怕错过的其实 她如果吓走了一个她在乎的人 她其实是会很着急 她会想尽办法回来让对方知道 我很在乎你 你可以来追我吗 牡羊比较不能妥协 对 她会就算了 你走开就走开了 那狮子女要过的是自己自卑的那一关 很多狮子有深沉的自卑感 他们看起来很强势 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她也很害怕别人不在乎她 所以当一个狮子座进入委屈模式 就是她很爱对方 而她不相信对方那么爱她 所以她一定要拼命地付出 当然有些人啦 会觉得强势的狮子座 在关系当中绝不吃亏 让你很吃不消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当你是她的自己人 你吃亏了 她也会在外面让别人吃不消哦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呢 听说狮子女很常被分享 因为他们很重的时候 是会让人吃不消的 所以狮子座真的自己也要注意 别人为什么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有压力呢 比如说在一起被你关心的时候 她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她觉得你可能在限制她 掌控欲 让她想到跟你未来 每天都要这样过就很害怕 但是对狮子座来说 这是爱她的表现嘛 好 分了以后 她就会无语问藏天 她就会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抛掉我 我做的不够好吗 然后看起来又很像 亦或是 也不是所有的狮子座都是走气场心 可能也有委屈求全心 那委屈求全的会告诉你说 没关系 我什么苦都能吃 我可以继续的委屈下去 还可以再委屈一点 这对有些想甩掉你的人来说 也很吓人 那进入这个模式的狮子座 有时候啦 就会非常的放弃尊严 女仆模式就启动了 或者是受苦受难 也无所谓的模式就启动了 而爱自由行的花花公子 可能就会觉得很恐怖哦 因为你的爱实在 分量太重了 太痴情了 然后也给人一种有压力的感觉 所以啊 我刚刚讲到了狮子座 不是零就是一百的感觉 就是如此 因此怎么样寻找中间值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冷淡 或者是傲慢 或者是可不可以 不要那么的奉献 那么的付出 或那么的沉重 保持一种恒温或中用之道很重要 如果对一个狮子男说 你很小气跟你性能力好差 哪个对他比较严重 性能力好差 因为这事关男人的自己 好 所以你觉得狮子男很小气 对 一般来说狮子男一旦喜欢你 你百分之百 一定感觉得出来 因为他们是十二星座里面 投植球的代表 暧昧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喜欢就要赶快拿到手 除非他对你好感以上 喜欢未满 又或者是 你让狮子男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的时候呢 就会让狮子座 胆小如病猫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狮子座的霸气 而是会变得有点害怕丢脸 然后迟迟不敢动作咯 所以你们就知道自信 对狮子男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呢 一定是各种好聊 各种好约 说话也一定很暧昧 当然我也告诉大家了 你要好好地分辨哦 这个男生到底是喜欢你 还是喜欢你喜欢他的感觉 有时候如果你表现出对他的崇拜 他也会对你投影关注的眼光 因为他想知道更多就是 你喜欢我哪里 你喜欢我什么 你也觉得我很帅 你也觉得我很棒 对不对 他也会开始说话 有点暧昧 比如说 亲爱的 很可能忽然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有一点在撩妹的感觉 也有一种试探的感觉 那是因为他已经在试试看 你有多喜欢他了 第二呢 就是他可能会在你面前 表现出很自恋的样子 比如说开始炫耀 自己曾经得过什么奖啊 曾经是什么校对了 然后又有什么样的崩溝伟基啦 如果一个狮子男 开始说这些自己很了不起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非常希望 垫高在你心目中的分量 很希望你能够因此而喜欢他 这很幼稚 我知道 第三 一下子温柔 一下子霸气 你会有一种他非常矛盾的感觉 没有错 因为他已经有了得失心 所以一下子觉得 你应该喜欢霸气的吧 我就霸气一下 可是过一会儿又担心 我这么霸气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糟呢 好 那我就温柔一点 所以他已经开始进入 他自己的内心小剧场了 第四呢 你会感受到满满的战犹豫 还要你眼中只有他 所以其实这个女生如果有点花心 或者是你是自然派的 你就是一个变动星座 觉得跟谁都是好朋友 狮子男其实内心会觉得很受伤 他就表示他真的很在乎你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一些狮子座 比较变态的部分了 有自信的狮子男呢 其实他跟你的暧昧期应该会蛮短的 因为他暧昧一阵子过后 他就会忍不住想要领奖品了 他就很想赶快知道 确认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那还有一组比较没有自信的狮子男 他不太确定你有多喜欢他 然后他很怕随便告白就会害你说出他不敢听的话 这样的狮子男就会用实力 用劳力 比如说他就会很任命的当工具男啦 或者是会以你为主 会非常的贴心 会非常的努力 然后迟迟不敢告白 让你觉得好奇怪哦 他不是喜欢我吗 为什么会忽然变成中仆了呢 如果你很喜欢他的话 那么请在他退缩之前 请不要太被动 你一定要主动进攻哦 让他知道你还是喜欢他的 那么他就会有勇气走下去 第二就是打进他的朋友圈 其实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友谊的 所以如果你能在他的哥们面前树立很好的形象 那么我相信狮子男也会觉得以你为傲 比较有信心跟你走下去 还有你以为狮子男喜欢别人依赖他吗 你错了 那是表面上 表面上他喜欢展现大男人的气派让你依赖 可是事实上生活当中充满了小事 他通通都要依赖另一半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生 你不是样样都要他帮忙的那一种 那你缺评中选的几率就更高了 所以你觉得狮子男很小气 对 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大方有时候是要有观众的 你懂吗 有观众当然要大方 比如说这是一个公开场合 我大方一次 大家都会传送圈鼓 但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 你就会看到他很节省的那一面 爱你在心口秒开 所以如果不开就是他没有把握 或他没有自信 爱情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狮子男可能会为了吵架跟你吵赢 而不惜伤害这段感情 但其实他之后会很后悔 我的霸道只有你看得见 他的霸道可是连接他心目中的所谓男子汉 跟这样才叫有担当 有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换个方式也挺有担当的 他们就会慢慢地改变咯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